同学大家好 现在我要介绍的是管理数学这门课中的线性方程组里面的矩阵的介绍 在教学之前 首先我要介绍在这个单元里面的教学的目标 在这个单元来说 在知识的部分 要让同学认识什么叫做矩阵 矩阵有许多的很多的基本的名词 我们需要介绍 在技能的部分 我们希望同学能够熟练矩阵的运算 不论是加或者是减或者是成 都是能够非常的熟练 在态度的部分 我们希望对于这个矩阵的初学者 都会觉得矩阵是一个很困难的一个单元 那么其实矩阵的话呢 只要有耐心 不要怕繁杂 那都能够可以学得很好 我们的教学大纲 首先我要告诉各位同学 什么叫做矩阵 矩阵的基本的一些名词 我们要学会 那么矩阵的运算的部分 我们要介绍的是矩阵是怎么加的 矩阵是怎么减的 再来就是矩阵的单位元素 什么是单位元素呢 那么我们在里面将会做一个比较详细的介绍 就是数字来说 呃 单位 乘法单位元素是1 那么加法的单位元素呢 是0 意思就是单位元素 就是做了一个运算 那 还仍然不会改变的 那就是单位元素 再过来是 转置矩阵是什么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后面都会介绍 那么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最后面的部分 是矩阵的乘法的规则 这一部分就是要需要同学耐心的计算 那这一部分的话呢 我们会比较讲的比较慢一点 我们要进入了主题之前 首先我们要先要介绍的是 连立方程组 我们介绍各位同学 为什么要从连立方程组这边介绍呢 因为 矩阵跟连立方程组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联 怎么说呢 我们来看看左边的这个连立方程组 这是 几个位置数呢 三个位置数 三个方程式 后面还有一个数字 这是一个连立方程组 那么我们来看看 右边这部分 各位同学看一下 右边这一部分 一三负四五 是不是就是 左边的相对的一个系数 二负一七九 好 那么各位同学的话呢 如果说我们 看到左边的这个连立方程组 再看右边的这个叫做 矩阵 这两个来说的话呢 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 这就是相对应的一个矩阵 那右边的部分 这一部分 左边的这是一个三乘三的矩阵 右边的话呢 是一个是它的系数的部分了 就是它最右边的数字 五九一 那么我们先介绍一下矩阵的 基本的接数好了 首先我们来看这是什么呢 这个叫做列 这叫做行 我们来看看这个相对的矩阵 这个相对的矩阵 是几列呢 一列 两列 三列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把它注明叫做 三乘四阶的 这部分的话来说 这个 我们叫做 三乘四 这是 我们这个地方不是真的是去乘它 而是说 这是一个 三列 四行的一个 矩阵 那么这个矩阵 相对来说 就是我们连立方程组的 它的一个 一个相对的一个矩阵 好 我们来看看矩阵的基本名词 列 是row 行是column 列指的是 向右 横的 横排成为列 直的 成为行 那么 我们要说的是 这个AIJ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代表的I 这个前面的话呢 这是列 这是行 就是DI列 DJ行的元素 比如说 我们的话呢 随便写一个 这个地方的话呢 是什么呢 A11 是什么意思 第一列 第一行 那么这个地方 同学来思考一下 这边应该要写几 这是第一列 所以我们这边是写的是 一 二 好 现在我们来看看 这是 这个是我们的写法 那么我们的表示方法 矩阵 一个矩阵 它是一堆的元素所形成的 这些是它的内 这个矩阵里面的成员 我们的话呢 在这边写的是 N by M的矩阵 那AIJ的话呢 是里面的成员 我们就称它是矩阵 这部分啊 我们要了解一下 A就是一个这样的写法 里面的话呢 每一个成员的话呢 叫做AEIJ I是列 J是行 那么什么情况之下 比较特别呢 是如果说它的列 跟它的行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就称它为方阵 这部分的话呢 我们要了解 方阵的话呢 情况的话呢 比较多一点 因为它的变化比较大 这部分的话呢 我们在成法的地方 我们会介绍 那我们来看看 下一个部分 我们要介绍 两个矩阵 相等的条件是什么 来我们看看内容 有一个A 一个B 这两个 这是一个是N by M 一个是R by S的矩阵 它的结束 我们现在目前来说 不知道一不一样 如果不一样 那么我可以这么说 这个矩阵 绝对不可能相等的 所以我们矩阵要相等 它的行跟它的列 通通都要一模一样 所以我们必须要做到的是 这个N跟这个R要一样 这个M要跟这个的S要一样 这个一定要对应相等 然后呢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 就是里面的成员 每一个对应的成员 A I J 跟B I J 要一模一样 这才叫做矩阵会相等 我们才能够说 A等于B 所以矩阵 两个相等 跟数字两个相等 它的要求的条件 稍微不太一样 它会更加的严酷 来我们来看一看 下面这两个矩阵 它是相等的 那有什么条件 首先我们看看 它是不是相等的 有机会 因为它是三乘四 三乘四 好 我们再来看里面的成员 这个地方X是多少 如果要相等 不用说 X当然是 2 那么再看其他的Z呢 Z大家都知道了 大家都知道 这是应该要是5 那么这里的Y 这应该要多少 才有可能相等 当然是 负6 每一个成员都要相等 我们矩阵才会相等 还有接数一定要相等 好 我们再来看看 下面的部分 这也是我们需要介绍 给各位同学的 什么叫做 转置矩阵 Transpose 那么转置 这个是一个 非常简单的观念 就是 逆时针 一个矩阵 向逆时针转90度 就叫做转置 那么我们来看看 里面的内容 有一个矩阵 它是N by M 的矩阵 这是N by M 接的 就是 它有N列 M行 那么 有另外一个矩阵 是M by N 这两个是颠倒的 同学要注意 这边是颠倒的部分 好 那么我们说了 如果说 这个地方要注意的是 这是 这是列 这个地方是行 那这个是列 这是行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ji跟ij 这两个是对调的 也就是 B21等于A12 B32等于A23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边 这个位置 调到上面去 那么我们写法 非常的简单 我们要把他的表达的方式 如果说每个成员 都是转过去90度的话 我们就称 B是A的什么呢 转置的矩阵 转置 Transpose 那最最重要的是 它的一个表达方法 这个小T写在它的四方上面 不是A的T四方 而是B等于A的转置 A的Transpose 那么我们实际的 拿一个例子来 给各位同学介绍 如果说 A是这样子的一个 这边 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矩阵 它是一个2乘3的矩阵 那么A的Transpose的话呢 怎么写呢 这个地方 势必就会变成几乘几呢 3乘2 那么怎么写 各位同学 看我写啊 这是103 是横的 对不对 列变成行 第二列变成第二行 这样子就是它的转置矩阵 那这些我们在后面都会用上 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地去学习这一部分 下面我们要介绍 矩阵是怎么个加减的方法 首先我们要介绍加减法的时候 它是有条件的 什么条件呢 这一定要门当户对才能够有办法加减 这是一个M by N 这是一个M by N 那么我们说了 这两个的阶数都是一模一样的话 我们才可以相加或者是相减 如果它们的阶数只要有一点不一样 就没办法相加 没办法相减了 来我们来看看这样的表达方式 A加B 是怎么做的呢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的意思说明的是 这是每一个成员 相对应的每个成员 就是相加就对了 A11加B11 A12加B12 也就是说这两个相加 这是第一个 这两个一模一样 来看这个立体 那么怎么加呢 头加头 中加中 尾加尾 相对位置加相对位置 就称为矩阵的加法 那么我们看看这个 这要怎么写 1加2等于 这怎么填呢 填3 中间这个 同学看一看要填几 5 3加上负1 那就是 2 再往下走 这里是2 这是3 那加起来要几呢 当然是 5 再过来 7 加上负2 那就是 正5 再来 3 加上0 这就是3 矩阵的加法 很简单 跟一般的数字的加法 是一样的 只是它有一个条件 有的时候是不能相加的 接数不同 就不能相加 那减法呢 减法一样 前面的减后面的 前面减后面的 来我们来看看前面减后面 1 减2 我们这个地方就不去比它了 我们就直接写了 1减2 负1 0减5 负5 3减掉负1 4 这边是 负1 7减掉负2是 9 3减掉0 3 那么各位同学的话呢 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必须要特别强调 最重要的一件事 我们问各位同学 这是头加头 中加中 尾加尾 那么 问各位同学 如果B加A 会不会一样呢 会一样的 所以 A加B跟B加A 这两个是不是可以对调 假设对调会相等 我们就称它具有什么呢 我们具有 交换率 交换率 那么 同学要知道 这两个的话呢 在加法来说的话 矩阵是可以对调的 这样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再来看下一部分 我们要介绍的是 我们要介绍的是 矩阵的加法跟 转置矩阵 加法跟转置矩阵之间 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来看看这个 内容 如果说有一个 矩阵 它是一个N by M的一个矩阵 另外一个矩阵 是 M by N的矩阵 这是什么呢 这个 这个两个的话呢 是 都一样的 这个是都一样的 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要把它改一下 这个地方是N by M 再过来的话呢 我们就说了 这两个阶数都一样 那么这个定理 说的是 如果说我们 加起来 转置后 可以怎么样呢 可以变成合在一起 一起转置 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转置 转置可以直接的话呢 就进去就对了 来我们来做做看 让同学来练习一下 这是A 这是B 那么A加B 等于多少呢 我们看看 A加B 直接写出来 各位同学的话呢 加法没有问题 头加头 中加中 尾加尾 所以这边算出来了 是这个 没有问题 那么我们再来看 下一部分 我们已经算好了 A加B 那么它的转置呢 就直接就 翻过来就对了 112变成直的 395是变成直的 这是我们 迁加后再转置 那么跟各自转置再相加 有什么差别呢 我们来看一下 A的转置就直接转了 103273直接转过来 变成列变行 B的转置一样也是列变行 现在我们两个转置之后 现在我们两个转置之后相加 头加头 来 我们看看 头加头 中加中 尾加尾 注意看一下 这两个 一样 我们以一个例子来表达 会比 直接要去用 那个 那个Aij Bij 它的transpose的话呢 来这样子的证明的话呢 比较容易了解 那么就记得了 先转置再相加 跟先相加再转置 是可以对调的 这件事情的话呢 我们要了解 再来我们要介绍的是 什么叫做零矩阵 什么叫做加法反元素 跟在数字里面 是一样的 相对的来说 是有 也都有 比如说一个数字 假设是5 那它的加法单位元素是什么 是零 那它的加法反元素呢 就是说 它是加上 这是单位元素 这是它的加法的反元素 意思就是说 我们跟什么相加 会变单位元素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 这是数字的 这是数字的状况 现在我们来看的是 矩阵的状况 矩阵的状况的话来说 如果说 它每一个成员都是零 我们就称为零矩阵 这个注意 这是每一个元素都是零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 A元素 这个A矩阵 一零三 二负二四 现在我们的话 乘上一个负号 那么 各位同学看一下 这两个相加 怎么样呢 通通都变成了 零零零零零零 是不是 所以的话呢 这个地方 我们知道它会变成了 一个零 零矩阵 那么也就是说 A跟负A是互为加法的反元素 我们再看下面这一个 什么叫做纯量机 因为刚刚我们又到了一个乘上一个负号 其实 这个矩阵乘上一个数字 是非常容易的 怎么说呢 我们看上面的表达 这个是一个矩阵 那么我们乘上一个数字 数字很简单 就是每一个成员都乘上 就乘一个K倍就对了 如果说我们一个数字 K倍的A 那就是每一个数字 都乘上K倍 来 比如说像下一个 下面这边有一个立体 这里是一个 二乘三的一个 矩阵 两列三行 那么我们乘上一个倍数2A 那么怎么计算呢 我们乘上一个数字 乘上任何一个数字 都不会影响到它的这个 阶数 都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乘上一个数字 非常的容易 直接写下去 第一个字是1 那么我们这边就会变成了2 0呢 还是0 这边会变成了多少 6 请问下边这边呢 4 再来 负4 再来 8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矩阵的存量机 各位同学不要看到这个数字 看到这个字 看起来看不懂 存量就指的是数字 数字 矩阵乘数字 那么有没有矩阵乘矩阵呢 当然有 那是在后面 只是说 我们要告诉各位同学 数字乘上矩阵 很容易 每个成员都乘下去 就对了 下面我们要介绍 最困难的部分的 就是矩阵的乘法了 那么 矩阵的乘法 跟矩阵的加法 不太一样 矩阵的加法 说的是什么呢 说 它的接数要一模一样 才能够相加 那么 现在 我要告诉各位同学 他们 它的要求 不是接数 是一模一样 而是这样子的 假设这边是一个 M列 N行 这边是一个N行 这是一个N列 R行的 我要告诉各位同学 这样子好了 这个地方 这是 行 我要告诉 告诉同学的话 A的话 前面这个的行 跟这个的列 必须要一模一样 才可以相成 所以 其他的部分的话 来说 若不一样 就不能相成 那它乘出来的结果 会变成什么呢 会变成了 M留着 R留着 这边的话 是变成了 M乘上R 那 这里面的成员呢 中间的这个J的话 这个J是在变化的 这是 这个 这个的表达方法的话 同学可以不用去 我们在 在解这个题目的过程之中 这边的话呢 如果不是拿来 证明的话来说 我们的话呢 只要知道就可以了 我们从例子来看好了 首先的话呢 我们看的是 A 跟这个B 我们要怎么样相成 首先 我们来看看 AB是多少 这是一个 二列三行 这是一个三行二列 那么 可不可以相成呢 我们要看看这个字 这个字 跟这个字 发现可以 所以我们是可成的 怎么成呢 来 我们来告诉各位同学 规则 这边最重要了 就是 这个是列 要乘上这个行 那怎么做呢 头乘头 这都是三个 对不对 所以是头乘头 中间乘中间 尾巴乘尾巴 所以这边是 一乘一 加上 零乘零 再加上 三乘一 所以这里是 四 再过来 我们来看 这个数字是怎么成 是 第一列 这边是 第二行 一乘二 零乘一 三乘上 负一 一乘二 如果说同学的话 记不住 我们这边写一下 一乘二 加上 零乘一 再加上 三乘上 负一 那就是 二减三 那就是 负一 再来看 下面这个 这是 二七三 要乘上 一零一 这是 头乘头 中乘中 尾乘尾 二 七是零 三 这边是 加三 这边是要填什么呢 五 再看右边 这个 右边这个 右边这个是 二七三 乘上 右边这个 所以是 四 加 中间这个是 七 然后再 减三 这边是 八 所以 矩阵的乘法的话呢 还蛮麻烦的 它是要列成行 列成行 列成行 中间这个结果是几乘几呢 二乘二 那跟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头跟尾 这是相符的 那么我们看这个可不可以相乘 我们发现 这个可以相乘哦 列成行 多少 我先把这个列跟这个长话先写出来好了 这几列呢 这边是三列 两行 那这个呢 这是两列 三行 所以我们预期 我们将会乘出来 会变多少呢 三乘三的 那么来 我们就慢慢的乘开来 让各位同学看 一乘 一二乘上 一二 那就变成了 一加上 四 等于五 一个一个来啊 一二 零七 那就是 二七十四 再过来是 一二 乘上 三三 一二 跟三三的话呢 就变成了 一乘三 加上 二乘三 所以是 三加上 六 等于 九 再来看 第二列 第二列 这个乘上去 因为还有零 看起来比较简单一点 这是 二 再过来呢 这里是 七 零一 再乘上 三三 那就是 三 再过来 我们就是 这一列 乘上 这一行 这是 一乘上 一 再减掉二 所以这边是 负一 再过来 是中间的 这个 列乘 行 我们发现 是 负七 再过来 列乘 行 发现 它是 零 那么 我们做这个例子 除了说 要表达的是 我们的 乘法的 规则之外 重要的是 规则 最重要的 我们发现了什么 来 我们看一下 这个结果 这是 AB 是不是 这是 BA 是不是 我们发现 怎么样呢 AB跟 BA 不相同 所以 各位同学的话 你必须要知道 对于 乘法而言 它可不可以交换 不能交换 不具有 交换率 这个是 很重要的 我们必须要知道的是 我们的习惯 我们在 从小到大 如果说 没有学过 矩阵的同学 我们的话呢 都是 根深蒂固的观念 二三得己 得六 那三二得己 非常自然 一定可以交换的 交换绝对 没有问题 交换是 天经地义的 因为相成 绝对是都一样的 那今天 我们学到了什么 学到了 矩阵的乘法 是不能够相对换的 对换了以后 答案会 有可能会 接触不一样 也可能 接触一样 里面的内容 也不一样 所以它是 不具有交换率的 各位同学的话呢 要特别注意的 来我们来看看 矩阵的乘法 矩阵的话呢 AB 我们要先看看 不是每个矩阵都可以相成 可以相成 不可以相成 要看它的接 来我们看看 A是几乘几 二乘二 这是怎么写几接呢 横的 我们先横的 先看列 列是几 是三 几行 一 二 三乘二 所以 A乘上B 可不可以呢 可不可以相成 不可以 BA可不可以相成 BA B是三乘二 A是二乘二 可不可以呢 可以 那我们要相成的话呢 就乘乘看好了 B写在前面 A写在旁边 那么我们这边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这样子好了 就算出来好了 这边是 1乘1 2乘0 所以这里是1 再过来 0乘1上1 这边是0 这边是1乘上负1 这边是1 再过来 1 2 2 1 所以这边是4 这边是1 这边是2 减掉1 所以是1 这是一个三列两行的矩阵 我们还是可以做出来的 我们来看看的话呢 这部分 刚刚我们提到的是说 矩阵相成有可能会接触的不一样 如果都是方阵 那是不是接触都一样了呢 那么我们的答案会不会一样呢 我们要看一看 这个AB 现在AB跟BA 我们来比比看 看看一不一样 这两个对调一下 来我们继续看下去 这边的话呢 是等于什么 这边是 这边是 左上角的话呢 是2加上负5 所以是负3 再过来 15 31 那就是3加5 是8 这边呢 负1 正3 乘上 这就变成负2 减3 这是负5 最后一个 负13 3E 那就是负3加3 等于0 我们看看这个BA好了 我们也算一算好了 BA的话 这边是 2 减掉 负3 负1 10加上9 19 这边是负1 减1 所以是负2 这边是负1 负5 加3 所以是负2 那同学可以看一看 是不是 即使是它的接数都一样 AB 跟BA 真的呈出来 要一样 也还蛮难的 那么我要告诉各位同学的话 呈法 是不具有交换率的 那 这部分的话呢 我们要 记得 呈法跟转制之间 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可以 做一个例子 来让各位同学了解一下 呈法的话 如果说是 A是这样 B是这个 那么AB 怎么算 2乘2 这是2乘2的 矩阵 这里是 2乘3 那可以算 算出来的话呢 是 第一个字是1 那同学看一下 对不对 看看 121 没错 然后再来 12 23 那就是2加6等于8 再过来 右上角 这是 12乘上 08 那这就是 16 下一步 左下角 是这个 乘上 这个 那同学看得出来吗 负1 对不对 是负1 加0 所以是负1 那再来呢 再来是 这一列 乘上 这一行 所以是 负2 加上 0 所以是负2 最后一个 是 这个 这一列 乘上 这一行 我发现它 都是0 所以是0 好 再下一步 我们要知道 它的转质 我们已经算好了 它的转质 列变成行 列变成行 这个是列 这是 所以这个地方是 1 这是不是要变成 1 8 16 负1 负2 0 好 我们把它擦掉 把它弄干净 就变成了 这样子 没有问题了 现在 为什么要做这个呢 我们想要比较一下 这个 Bt At B的transpose 乘上A的transpose 好 来 我们把 把 B的 转质 列出来 B的转质是 120 038 所以的话 我们把它写成直的 那么 A的转质呢 也把它写成 直的 12 跟负10 12写成直的 A的转质是 12 负10 好 我们乘一乘 好吧 乘一乘看 是什么 Bt 乘上 At 等于 乘一下 这个乘起来 可不可以乘呢 可以 可以 所以变成了 左上角是多少呢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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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是 1 再来呢 右上角 负1 中间的 左边 第二列 第一行 那就变成了 2加 6 8 再来 再来 这一列 乘上 这一行 负2 就负2 最后一列 乘上 这个行 0 乘上 28 16 就填下 16 再过来 最后 这边 就变成了 0 那么我们发现了 什么呢 这两个是 相等的 AB的 transpose 跟B T A 是一样的 要注意的是 这个在 转置的部分的话 我们需要颠倒 这个地方 很重要 这部分 我们在运算的时候 有的时候会需要用到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方阵的状况 相乘 相乘的话呢 这边 12 32 相乘怎么做 相乘的做法的话 我们这边 左上角 直接可以算出来了 这是 12 13 好 那就是 3 减掉 是1 1 这边是 0 这边是 0 这边是 1 我们要注意的是 刚刚我们介绍过 这是什么 就是I 这个I的角色 在 矩阵来说的话 相对来说 跟数字来比 它的相对 它就是什么 1的意思 它是一个 乘法的单位元素 因为这个I 乘上任何一个矩阵 任何一个可以乘的 就是方阵 以方阵的状况来说 它都不会影响到它的大小 都不会影响 也就是说 AI还是等于 A乘上I 还是等于A I乘上A 还是A 这个I的话呢 就相当于是1的角色 它乘上它 都不会动 那么 如果说A乘上B 那就等于I 那么我们就称为 如果说两个相乘 是等于相对的1 那么就是说什么呢 B 是A的 乘法的反元素 这个的话呢 是比较困难了 这边算的时候 后面要教各位同学 怎么叫做惩罚的反元素 那么一样的道理 B 是A的惩罚反元素 那么A 也是B的惩罚反元素 那么我们 在这个地方后面 我们会 用一个专有名词来介绍 如果B 是A的惩罚反元素 我们有一个专有名词 叫做 逆矩阵 我们会 专门有一个单元 专门介绍逆矩阵 这个逆矩阵 对于我们解方程式 也很重要 方程组非常重要 那么我们要注意的是 它的 写法怎么写呢 A的 这个地方 不是A的 负一次方 像我们以前的话呢 负一次方 就是分之一的意思 那么 就是导数的意思 这个地方的话呢 B 等于A的 inverse B是A的 它的一个 一个反 相反的 就是一个逆矩阵的意思了 那么 B等于A的inverse 这个地方的话呢 B等于A的inverse 那么A呢 当然也是 B的inverse 因为它相成怎么样 AB的话呢 会变成多少 I 那么 就这个 我们必须要知道 好 那现在的话呢 下一步 我们来看 那这个地方 你要注意啊 这边的话呢 这边 B A 也是I 这个地方的话呢 这个是比较特别的 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证明 现在我们要介绍的是 I 这个地方 要注意的是 这是单位元素 你看哦 这个地方是 I2 是什么意思 两接 I3呢 三接 I4 四接 那in的话呢 注意到 什么叫做I 对角线 通通都是1 其余通通是0的 就称为 它的是 叫做 单位元素 都用I来表示 那么这个地方 I4代表的是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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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3 3 好 那这个当然就N XN了 在下面 我们的话呢 就做了一个结尾 我们的话呢 要介绍的矩阵 刚刚介绍的很多 有关于矩阵的相关的一些资料 那么我们要跟 数字来比 这个地方 我们来看看啊 数字 跟矩阵 什么差别呢 数字一定是可以相加的 矩阵 就不一定 数字有加法 单位元素是什么 是0 那矩阵呢 也有 但是的话呢 能不能相加 我们还不一定 加法反元素呢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加上一个负号 来矩阵的话呢 有 没错 如果说矩阵 可以相加的话 那么有没有交换率呢 可以交换 刚刚我们说过 相加交换 A加B等于B加A 没有问题 只要能相加就可以了 乘法就比较稍微 比较要求比较高一点了 数字当然两个相乘 没有问题 但是矩阵的话呢 可不可以相乘呢 不一定 那数字的话呢 有没有 有乘法的单位元素 叫做1 方正的话呢 也有 这个方正的话呢 叫做I 如果说是N接的 就IN N by N 那么数字 有乘法的反元素 乘法反元素的话呢 其实除了0之外 不行以外 比如说 乘法反元素 是什么意思呢 数字5 5的乘法反元素 是几呢 5分之1 只要相乘是变成1的 这就是我们的乘法反元素 那么矩阵有没有呢 那就不一定了 为什么会不一定呢 这后面我们会介绍 因为专门要介绍一个 叫做逆矩阵的这个单元 如果说矩阵 可以成 但是 不具有交换率 只有少数的话呢 是可以交换的 有些的话呢 是 根本的话呢 不能成 根本的话呢 这接触就会不一样 不会相等 那这一部分的话呢 因为 它里面的内容 非常的多 以及复杂 那各位同学的话呢 需要多花点时间 在上面的话呢 就是多做一些练习 才会熟悉 才会熟悉 这一部分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